汤老师好 金明好 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边和大家聊一聊 我的第二本创作 杜小月的意想1985 汤老师一开始先把你文学创作相关的背景 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其实我跟杜小月一样 我高中时代 我其实就是也是念五专的设计科 那我那时候的思考都比较是在 美术创作艺术方面的思维 那在我念五专到专四的时候 我看了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 那在追溯到我国中的时候 我看到一部电影叫 也是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 那一部电影在我心里扎下了很深厚的根 所以我就开始喜欢上电影艺术 就是影像视觉方面的 那刚好我学习的设计科 他到了专四的时候开始有电视广告影片制作的课程 那所以就是我开始去涉猎这个方面的领域的艺术 所以我后来就转而就是非常疯狂的喜欢上电影 所以我其实在书里面有写到我自己有的相关的人生经历 我大概专四专五的时间大部分都泡在台中的二轮戏院里面 就是其实我这本书原来的名字叫翘课一百天 其实我们那时候空谈很多 那大部分我们都是都翘课去看了二轮片 对就是三篇一百块 然后都是很厉害的电影 例如说布拉格之春啊 柏林风情画啊 悲情城市啊 这样三部就一百块 然后看完了之后就是一天就打发掉了 那所以就是后来我就决定擦班大学 然后就是一定要跟电影越来越相接近的地方 所以我就插了本科也是设计系 所以我就到了中立去读设计系 那在那个地方因为 因为就是要常常搭火车到学校往返 那常常火车会误点 那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那最简便的工具就是用笔 然后写文字 所以我就把当时的心情呢 就书写 书写了一下 就是我搭火车的心情 那对 我就利用火车误点的空档 你就创作就对 开始文字创作 开始对 其实在我那之前 我的作文啊 常常被老师定得很惨 其实我刚 之前的文字能力其实 并不是很很好 那但是后来竟然在这个时候 我尝试用电影的语言 去创作文字的时候 那我就在学校 就是因为他有贴一个公告说 投文学奖有奖金 所以我就试试看 然后结果就是 公告的评审的过程呢 当时有个评审 曹宥芳女士 她说服了另外两位 就是她是文学作家的评审 另两位文学作家认为说 我的文字不符合文学的形式 对 形式跟架构 但是曹宥芳女士说 其实我的段落 其实还蛮分明跟清楚的 就是类似剧本的创作方式 因为我们去翻译视觉的部分 把它转换成文字的时候 其实她就是一个剧本的形式 所以曹女士她就说 我的是非常符合的 她可以看出我的形式 那她也是说服另两位评审说 其实我们应该要正视文字的内容 内涵这样子 而不是过度局限在文学创作的格式就对 是的 所以她本来是力保 我应该要手奖 她跟另两位评审协调之后 那我就是第二名这样子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内幕 因为他们就是完全公布 整个评审的过程 那我也是在这个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 原来我可以用创意的方式 用视觉的方式去传达文字的语言 对所以在这里 我真的非常感谢曹佑芳女士 她真的开启了我的写作的道路 就是你那个格式或形式 也许就文学的角度来讲 是有点不太符合 他们所认定的那些规矩 可是用剧本创意的一个形式 她就是蛮到位就对 那时候是大学的时候吗 对大学 对就是真的是在那个时候 你就立定要往电视电影 这方面来发展就对 五专的时候就已经 下定决心 下定决心了 然后是后来就是 尝试一下文字创作 然后有所被肯定之后 我才在心里有一个底说 我其实是可以文字创作的 那后来我的确是在 学校毕业之后 我就进到电视广告影片公司 就是非常的幸运 也非常的特别 就是我那时候其实是投履历表 自我介绍 结果我就竟然在公司听到 听到那个电话广播 电话广播里面说 吼导吼导请接电话 然后想说哇 这也太夸张了吧 就是 他刚好在现场 他是那一家广告公司的特约导演 而且那一家广告公司正在拍 正在筹拍好男好女 为什么姓吼导 你就认定一定是他 当时没有其他的吼导吗 其实我进公司的时候 我有稍微看一下环境 他里面有戏梦人生的道具 就他刚好拍完戏梦人生 然后电话也有传出 念真念真请接电话 确定是他 对然后念真刚好就是拍完逗赏 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那个真的是 我觉得我的人生真的跟电影非常非常的有缘 然后有非常多的贵人这样子 所以你有进那家公司 有然后在那家公司就是 但是我是广告影片组 那后来我是转到电影行销 那转电影行销的时候 就真的开启了一天看好几部 就是即将上映的电影的人生 我想应该很多人都很羡慕这样的生活 你们那时候先看是为了做行销就对 当然当然 就是有时候知己自便 百战百胜也看其他家的电影的视频 电影公司的视片 可是为了工作看你不会有就就有觉得有压力吗 不是纯欣赏这样 没错 金鸣哥太了解了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在那时候看了非常多的电影 但是能够看到真正感动 或者说好的电影其实数量不多 那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感觉 就是想说那好的电影的源头是什么 那当然就是故事本身 那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来试试看尝试剧本的创作好了 那所以就从那个时候我就 想到说我大学的时候有文字得奖的经验 所以我就开启了写剧本的开始 那写了之后呢去投一些比赛 例如说文化部的优良电影剧本 剧本创作奖 电视节目剧本 就是也有斩获 那所以我就觉得 好像还真的是可以创作 那后来会转到长篇小说 也是后来就是想说 长篇小说的话 它可以营造当时的氛围 它可以细细的去 更细腻就对 对对更细腻没错 然后我其实没有尝试过 写这么长篇的小说 但是非常特别的是 因为很多很多导演 或者创作者他们都说 你的创作如果是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开始的话 那个是最一开始 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开始创作的话 那个其实是最深刻 而且最能够感动人心的 而且比较容易对不对 没错没错 可是你第一本这个中药铺的女儿 跟你自身经验有关系吗 有啊 我就是看诊所的小妹啊 对对对 那时候打工的时候 是我二哥的诊所 了解 那就是他需要有人去替换他 回家 休假的时候 吃饭啊 洗澡啊 那我或者他需要去 去外 就是疫诊啊 什么 他需要外出的部分 我就需要去 去帮他看 那时候你几岁啊 我国小四年级 开始帮他看诊所 原来这你第一本创作 也是跟你国小的关系啊 对 我第一本创作是 从我出生到国中 所以我是寻着 我的成长的时间 现在走 所以到了杜小月的 臆想1985的时候 就不会错过 所谓的初恋这件事情 你的初恋 其实因为我刚有 谈过我的创作过程 是从剧本 到小说 那所以 那我就是会把 剧本的创作方式 跟小说做融合 那所以就是说 里面当然 那个初恋的悸动啊 就一定要有爱情的元素 就对 初恋悸动人生 大概所谓的初 只有一次 我在书里面有说 所谓的初都只有一次嘛 那那个初就是 是如果感受到的话 我觉得那个是人生 非常非常特别的经验 就属于自己的专属的 所以我其实把那个 我认为我在书里面 我有把那种 我当时16岁 17岁的时候的 那个感受的氛围 我有用文字 完全的传达 在文字里面 对 所以写完之后 我自己就非常的满意 这样子 那为什么你会定在 1985年这个开始 1985年就是我 刚好就是专科入学的 第一年 然后 专一啊 对 然后就是蛮特别的 的确我们是跟着杜小玉的时间 走在走 就是刚好是戒严走入 解严的那个年代 那我们那一班就是 属鸡的属狗的 鸡飞狗跳的一届 然后 我们是刚新生入学的时候 虽然我们我们的设计科的分数在我们学校是是比较后面的分数 但是我们新生入学的智力测验我们是全校第一 就是设计系怪咖比较多 没错没错 很有想法的那种另类听传 而且又是鸡飞狗跳的一届 然后果然就是我们入学之后 我们是从创科以来是最让老师最头痛 最有想法 最如小小的一届 对啊 学美术相关的好像都特别有想法 这个艺术的性格这样子 所以一开始真的也是女生多男生少嘛 对 对对对 我们就是阴胜阳衰 我们班上就是入学的时候只有六朵花 对 六个男生就对了 是是是 那他们有比较受宠吗 或比较受欢迎 是没有 因为里面没有那种什么超级大帅哥 我们我们的女生大部分都外销 就是外语科全部都是男生的外语科 应用外语科 是因为设计 所以你们会特别会打扮吗 在那个时代 有有 我们班鸡飞狗跳那一届 除了是全校智商最高的一届 再来就是美女最多的一届 对 所以这个背景也是你专科的那个学校就对 对对对 然后那个接下来就讲这个小说的架构 你就真的照时间轴 让专一一路这个到专五 然后一直到毕业 然后再次相遇 是再次相遇的那个部分 就是跟就是完全是剧本的虚构的想象 对因为初恋的那件小事啊 艾蜜莉的异想世界啊 其实他在不同的世代的年轻人的脑海里啊 就是那种很深刻的初恋的爱情的故事 那我自己也也用编剧的手法跟创意跟想象 来创意了一个让人觉得意想不到的一个算是一个伏笔 伏笔就是要看了书才可以去找到彩蛋 对 有细节就对 没错 你会突然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 那其实人生里面我也有经历过 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的过程 所以我才会把那个创意放到书里面 就是我自己的经验是 我长大之后突然碰到一个小学同学 小学男生同学 我在心里说哇塞这个人好帅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我小学同学 然后结果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小学里面 那个其貌不扬 瘦瘦巴巴的男生 他长大变得超帅 青蛙变王子就对 对对对然后你会认不出他来这样子 所以这个梗我是放在我的初恋的爱情故事里面 可是变化比较多大部分都是女生 因为男生大概都那个样子应该都还不会落差太大 真的吗 女生真的是从小要变天鹅那种更难认出来 或者是之后打扮下去 有有像那个初恋那件小事 他他就是真的那个女生就是女大十八变 但是我的人生经验我真的是 有遇到那个男生 对他小时候真的是瘦瘦巴巴的 然后真的长大之后整个完全撑开来 就是不同人这样子 对就拉高又变壮就对 没错 那其实这个专科一年级一进去的时候 大家都搞不清楚状况对不对 有时候是真的成绩刚好弱点 有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科系或这个学校在你家旁边你就念了 所以专一的时候大概那一年都是迷迷糊糊在过 然后很快到第二年就会面临所谓的淘汰 很多人就会转科 是的 我在书里面形容那叫跳船 对 因为我们是那时候是国立武专的话 就是如果那我有提到就是说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 其实那时候的经济状况普遍不是那么的好 那所以有一些家里很会念书的孩子啊 他们会想要为家里着想 例如说专科毕业起码有一个专科的学历等同大学二年级的学历 所以他们虽然考上第一志愿 例如说一中女中第二志愿二中 他们会来选读这个国立武专 那他们功课就是非常的滋忧嘛 那就是刚刚金明说的 就是那个刚好武专考坏了 高中考特别好考到第一志愿 可是武专考坏了 结果落点落在商业设计艺术设计科 那艺术设计科他他又是那么全新的科 我们的师资大部分都是那个美术系的老师 过来的 对那其实那个时候的设计概念 其实才刚起步 所以学生毕业之后能够走什么样的出路都还前途未卜嘛 那尤其是这个科他他花的钱特别多 很多材料费 对到三年级的时候更可怕 我们还要学摄影 然后要买个单眼摄影机 然后还要底片冲印 底片就是买底片然后冲洗照片 那个都有很很大的负担 那本来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学生本来就是家里有负担 才会选读专科嘛 那遇到这个状况的话 他们那些知优的孩子们 知优的学生们 他们就会在心里有一些盘算 所以他们还蛮多都去重考了 那也有一些同学是转科 转到未来比较有明确前途的国贸科啦 气管科啦 就是比较成熟的对快同科啊 他们一出去就有很好的工作 很好的收入这样子 所以跳船跳到后来 二年级剩下36个 可是也有人跳进来对不对 就一个 大部分都跳走 没错没错 然后那时候专科的时候 其实社团活动也是非常盛行 然后那时候还有流行 所谓的这个直系学长学姐 这样一对一的照顾 所以那个女主角那时候就面临到 她的直系学长嘛 对 直系学长她就是长相思思稳稳 而且她又是摄影社的社长 然后她是四年级的学长 为什么不是二年级直接照顾一年级 我以前的专科是 就是隔一届而已 为什么你这个落差到 那个隔那个四年 因为我现在回想起来 应该是那个学长 他是想要拉社员 我懂我懂 就是直接下来照顾 顺便招生就对 对没错 招社员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好像都有个潜规则 一定是男女配对不对 男生的话 男生的学长就会配女生的学妹 然后女生的学姐就会配男生的学弟 好像是男女生这样照顾比较方便还是怎么样 其实五专真的还蛮多彩多姿的 例如说像我国中的同学 他们真的他有去念女中的 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 就是比国中还要惨 他们大家都跟书黏在一起 然后补习班这样子 就为了拼大学 对但是五专这边真的是 真的是念书 真的是只要考试之前稍微念一下 然后平常大部分就是 都是在谈恋爱 不然就是在玩社团 不然就敲课 对对敲课没错 然后就是 就是谈恋爱的话呢 就是因为参加社团嘛 那社团其实是那时候的年轻男女的 那种初恋的 的激动的触动的 的触媒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场域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看 真的是很多的恋爱 都在那里发生 然后有轰轰烈烈的 然后也有失恋的 对那同学失恋到 就是哭的柔长寸断啊 不然就是要跳楼的 对对对 那时候好像同界的话都比较 比较难产生恋情 那时候就是或许 我觉得女生都比较早熟 所以女生看自己班上的男生 都会觉得幼稚这样子 所以好像比较容易在社团找到 这个学长这样 而且学长因为经历过一些事情 就比较成熟 比较有魅力 真的 就是我们班的女生 大部分都是被学长拔走的 而且学长还有个优势 因为他如果专事专务 他可能就有摩托车 所以要约会就很方便 那如果你是专一专个小男生 你还没18岁 你根本那时候只能坐公车 所以你根本拔不到妹这样 是 我还要特别提到当时 我们专一进去 就是一个全校的男神 然后那个男神 他就是外语科的 外语科就是 那时候只招男生 只招男生 所以那边的帅哥 当然是比较多 比例就高 对 男生多 然后 就是那时候有一个 真的 他是那个执行官 就是升起的时候 他会除了含李正 烧喜 然后他身上还会背一条红带子 执行带 然后他 他就是长得很像刘德华 然后又是那种运动剑将 所以我想他一出现的话 应该全部全校的女生 应该没有人不喜欢他 当执行官就身材都有挑过 哦 要不然剑出来如果干干扁扁的 就很不撑头 是是是 你这本书的这个方式 其实一开始也有所谓人物表 有点像剧本那种设定表 就是把每个人物交代的清清楚楚 跟一般的小说架构比较不一样 小说很少先把人物交代清楚 对不对 没错 就是因为我们的编辑他认为说 因为人物非常的多 因为我里面的人物就是有全一个班级 50几个学生 那如果我们要细细的去描述当时的状态 就是我们要还原那个氛围 就想说尽量就是因为一个名字 就会触动我的回忆 然后会更更详细更明确的回到那个现场 有点像那个穿越 我自己在写作的时候 我就穿越回去了 那所以一个名字我都难以割舍 因为我只要割舍他了 我的记忆线有可能就会断掉 因为五年有很多交错的那种生命经验 除了除了同班同学还有社团 例如说我那时候有参加乐队 乐队也是一个非常非常 对杜晓月这个人的影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他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去喜欢上古典音乐 对古典音乐 他原本只是合唱团 那他进到乐队之后 他才开启了他完全去认识 认识所谓的古典音乐的这件事情 对 因为一般这个一本书里面总有十几个重要的人物 所以基本的主角就有十位以上 对不对 虽然你不可能五十几位全部都写到 可是总有十几个那种比较活跃的 或者是比较话比较多的那种意见领袖的 没错没错 其实我的这一班的同学 他们的确是已经具备有就是写一本丰富的小说的那个原型 因为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经验 例如说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 我是出生乡下嘛 然后但是我们有一些都市的孩子 我常常看他们脸是愁苦的 那我那时候就是年轻时的时候不能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愁苦 但是大约可以猜得出来应该是家庭经济状态 或者说父母感情的状态都影响了他们的心情 对那他们的确就是会偶尔会透露 或者说我们从他的翘课的比例 或者说他也会告诉我们他的心事嘛 那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回去看 那其实就是说觉得 他们的人生的确是遇到了比别人更特别的考验 对 对 例如说我有同学他是非常非常美丽 他本来是要当世外指挥的 就是那种风靡全校 然后就是大家都会喜欢的那样的女孩子 但是结果他后来因为他的家庭经济的因素 他必须要扛起他的家庭经济 他甚至需要到舞厅去工作 特种行业就对 对对对然后还有同学他有面临到说他的父母 他的母亲外遇 然后他自己有就是他先发现 然后他交杂在隐瞒他的父亲 跟等待他母亲回头的这种交战 心灵交战的一个状态中 然而那个时候真是少年维特的烦恼的 十六十七岁的年纪 所以我现在回去看我其实还蛮心疼的 那我把这些这些记录下来之后 用编剧的手法去去权识这些 这些他们我们过去的炙热的青春 那我我现在的同学看了这本书之后 我的同学们他们都非常的感动 那当然好笑的地方他们也是笑的抽筋就对了 就有很多你过去跟他们相处的影子就对 对对对就是取材自取材自我们真实经历过的人生 然后再用创作的方式去重新写成一本全新的故事 不过我觉得人生有时候这样子 你早点遇到就早点走过了 那你如果说年轻没有遇到这个这些事情的话 可能现在这个年纪遇到可能你的挫折感会越大 所以有时候相对早点发生这种事情 也对人生来讲也不见得是坏事 对对对 其实这个时间点我的同学那时候的同学他们都走过了 对 然后现在其实就是那种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的状态 所以我们在看这些文字的时候 他们才说哇在诗人的夜里 因为前阵子寒流嘛 在诗人的夜里看杜晓月真的是有一股暖流 然后也有人说哇在这个疫情蔓延的时候 看杜晓月真的可以笑到抽筋 然后忘记忧愁这样子 温暖自己比起过去的心这样子 因为这种故事是很多这个共同的一个回忆 如果你是六年级或七年级生你念过五专的话 其实这本书几乎都写到你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 包括有时候还会有一些校外联谊的事情 对不对 就是你班上的女生如果被别校追走的话 那我们班上的男生心里就非常有点七上八下非常坎坷 但是又有点不舒服 但是又不好说 对其实我们后来真的有一对班队产生 就是其中其中有一对就是 我的我们男同学 他其实虽然他们不太透露他们的心事 但是但是他们还 因为我们有一本我们那时候五专有流传那个小杂 我不知道就是基民你们以前有没有这样玩过 没有你们那时候就是公开大家自己写 然后就到处一直传就对 对而且我们那本小杂叫离骚 是屈原那个离骚 就是写苦闷的事情 刚好相反 就是我们那个智商最高的那个班队 他一开始就说 离骚是离开骚包 还有远离牢骚的意思 就是我们已经长大了 所以那时候写的是每个人都知道谁写的 是真的有署名的 不是那种故意那种隐姓埋名写的那种八卦 刚开始是是不用署名 然后久了笔记就看得出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钻二还钻三的时候 就有人会署名 对那我们刚开始就是声明说 我们不可以在上面涉及人身攻击 那你可以你可以骂老师没关系 但是不要骂同学 对对对 那所以这本离骚就是真的每学期都会有 就是等于就是买了 每学期的一本就对 买了一本笔记本嘛 就是笔记本 然后上课的时候就是不想听课 那离骚在你手上 那你就是你就是就是把你的心情 随手写 对书写上去 那还蛮多都是在在在骂老师的 对对对 可是写下去大家不会批住吗 就是一直在后面加意见这样子 所以同可能会有同一篇这个讨论度很高 会有一些会有回应 但是不会说像现在的那个Facebook 留言 对不会说一大串 然后应该说就是之前有有谈过说 就是不能不能吵架 不能在离骚里面吵架 对对对 那所以就是这本离骚它就是记录了我们五年的生活 那所以就是我们在毕业典礼的之前 我们就把那个 呃我们班就是班代跟跟呃就是有几个对这个比较有兴趣的同学 他就把它集结成一本 然后每个人就是发五本 就是他有印了有印出来 然后一人五本收藏这样子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知道都会记得专一发生什么 专二发生什么 专三发生什么 那杜晓月我就是去栽录里面呃有一些跟小说的故事相关的内容 重点的那个事件就对 对对就是原原字呈现啦 就是的确是在1985到1990的那个时间点 那五年 属鸡属狗的那几个 他真正写下来的文字 那我把它有一些栽录到杜晓月这边 然后跟我我要写的故事互相呼应这样子 然后其实这五年这个老师也占很大的一个部分 对不对 总会有一些比较特别凶狠的老师 或比较好的老师这样子 对就是我们那时候 呃我们设计科啊 其实在共同科的师资的编派的话 我们其实是完全被边缘化 嗯 那最好的跟就最知忧的跟最混的都 都放在我们这里 那最知忧的的的老师呢 他他的教法就是数学的话 他就是呃通常是顺着教 那因为他是用知忧的教法 他是他的步他的那个步骤 节奏比较快 一跳到五 那二三四就忽略了 那我们班像那个是有高中 有上一中女中的那些同学 他们就完全听得懂 可是我们这种高中才第三志愿的 我就听不懂 那所以呃杜晓月这个同学呢 他就是数学是以59.5分被荡掉 然后而且还要重修 嗯 对然后呃 这个是知忧的老师嘛 好然后呃我刚刚说比较混的老师也有 比较混的老师 他的确是呃会需要在学期末的时候 呃一起提高全班的总平均 嗯 这样子才有办法过关 不然他可能会被学校 被需要检讨就对 对对对 学校可能会把约谈之类的 所以他就要泄题就对 告诉你什么是必考题 也没有他因为他上课的时候 大概就是只念课文 然后他也没有完全没有教授任何的的当时的英文的文法 或是或是该传授的知识 所以呃考试卷是全全校一起的嘛 哦 那你如果那那别科 例如说国贸科气管科 他们的英文老师都有都有认真教 所以他们那些学生都会写都会写 那我们这边就是都不会写 那都不会写的话 那总平均就很低 对那他怎么讲 那他的方式就是全班一起抬高分数 一人加30分这样子 那我们有遇到体育老师一个学期只来两次 然后我们的康乐股长跟班长去找他的时候 他在打麻将 以前那个年代还可以这么混就对 不过我觉得应该令你们印象最深刻 一定是艺术科系相关的老师 对不对 因为他教你们这个美术啊 素描或设计相关的 而且这些老师可能都是艺术家 所以他们都有一些比较随性自在的一个特质吧 哦对 我们有一个老师叫令狐冲 这是那个 你们给他取的外号 潇澳江湖的令狐冲 他其实就是 他其实如果去走艺术家的路 而不是来专科学校教书 我们认为他应该会是一个很杰出的艺术家 其实专科这边杜小玉有遇到一个音乐老师 那个音乐老师他也是 他也是很杰出的那种 很他的血液里骨子里 他就是一个艺术家 可是他就龙困潜滩被困在一个专科的学校里面 他就先教这些非本科的学生 就还没发达起来 就感觉上他们就还蛮自不得生的这样子 就轮绕到为了杜杉杉 所以先教一些非本科系的学生 对 那其实这本书 写到这个毕业之后 到底什么时间点是一个ending 到底是谁遇到谁 或者是谁结婚生小孩 你那时候思考是什么 因为到底故事要写到什么才算结束 就我们真正的离烧小杂里面 就是我刚刚说我们毕业之前有把它编辑起来 那我们同学有在里面有写了一个很有创意的东西 我刚刚我们有谈到就是说设计跟文学 它的它之间怎么去扣脸 那其实我觉得最可以直直的拿出来谈的就是说 学设计的话它在创意的部分 真的可以丰富写作这件事情 那我同学他们那时候就是 他加了一篇幅就是 对每个同学的10年后或20年后的预言 那就是说谁可能嫁给富豪 然后谁可能 有一个人去预言全班就对 对对对 去预言全班 然后结果走到这个时间点 我们完全可以印证当时的预言 是不是有应验这样子 那的确其实我有加入编剧的虚构 虚构的技巧 虚构张力就对 所以其实我有 我的同学 里面的人物他其实可能在武专的时候 我是照着他的他当时的本来的样子 但是后来我会把他的婚姻 就是他的婚姻怎么走 其实那个部分我就是完全是想像了 对 那其实他的人生走到这里 他也不是我写的那个样子 对 那所以我当时的杜小月的那个1985的那些同学 他们看了这些书之后 他们就开始计较说 你怎么把我写的 谁的结局怎么样就对 对对对 你怎么把那个人写的那么好 事实上他没有那么好 我就说所以这是剧情片 这不是纪录片 剧情片才会有趣好看 对对对 然后你那时候写到什么时候才觉得要结束了 而不是一直写下去 因为故事发展 有些长篇可能变最后 可能还二代三代都要写出来 你那时候有想把它延续下去吗 没有我就是到这边 因为我帮他设计了杜小月的最后的爱情故事的结局 对因为我们里面有下一个伏笔嘛 一个钩子 就是那个故事有一个结局之后 然后就够了 再呼应其他同学的到后来的婚姻 或者说他们的事业 他们的一个尘埃落定的一个状态 所以就到那个时候做一个ending 你会想要把这本小说变成影视作品吗 当然啊 非常想 它还蛮适合一部电影的一个长度 对不对 对没错 大家从那种十六七岁青涩的那种青春的时期 一直到最后出社会 然后彼此有一个 不管是好的结局或不好的结局 反正人生就是一直延续中这样子 我觉得还蛮适合一个电影的一个架构 是是是 我觉得里面比较有趣的是杜晓月 她参加那个乐队之后 她不是爱上古典音乐吗 对 那就是 翘课的地方就是去音乐厅 听音乐 然后去电影院看电影 嗯 然后她她去电影院看电影都会带零食进去吃 对 结果她竟然斗胆 也去那种很很很高高级的音乐厅 她也带咸淑鸡进去吃 嗯 对对对 偷胆 是 然后关于电影的的就是影像化的部分 我要就是要一提的就是 我们这本杜晓月的异想啊 的那个帮帮这本书写续的是黄世民先生 他是一把青就是金钟戏剧一把青的编剧 好 那他他帮我写的这个序 推荐序啊 对 然后就是推荐推荐人有文学的文学的优秀的作家 陈又金杨复明还有杨杰 那影视界的部分呢就是魏德胜导演 还有就是额 额李安导演的推手 制作人 徐立功先生 还有我们与二的距离 林军阳先生 然后还有就是 前卫生署长杨志良 跟台湾艺术大学 传播学院院长朱全斌 就是很感谢这些前辈们 他们的推荐这样子 好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作者 汤苏珍老师为大家介绍 他的新书杜小悦的 《意想1985》 然后这本书呢 大吉文化主板 谢谢